大家好,又是我Edison 和大家读书的时候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本书 叫做《角斗场的桃兰朵》 就是由中国著名南低一田浩江所赞写的 这本书可以说是它的自主 其实是讲述了它重演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歌、剧、演员、声援 其实是有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而且是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因为他们经常都要去世界各地演出 看到很多不同人和文化 已经是一些很吸引人的故事 再加上他们经常会和一些不同的音乐人去合作 包括一些很传奇的音乐家合作 譬如这本书一开始就是田浩江分享 他和Pavlotti合作的经历 或者他自己的感受 再加上他在这本书里 也会讲一些他自己对音乐、对艺术的独特见解 譬如他里面有讲到 其实他很不喜欢用Lavo N里面的一首出名的歌曲 叫做Vecchia Timmara 去做一个演唱 因为这首歌就比较短 音乐又不高不低 其实就比较难去表现自己 令自己突围而出 不过我觉得最难能可得的就是 田浩江的文笔也很好 我自己也是写东西 所以我很清楚 其实写文字也是另一个专长 要写得好 写得人人入胜 绝对是要时间浸入出来的 但田浩江没有想到他除了唱歌之外 写东西甚至是他的铺牌都有一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 他介绍这位非常美丽动人 当时已经是世界文明的女高音 Anna Lactrico 他是这么说的 当时他在东京这间寺院 我们突然发现 在世语一样飘落的樱花饭中 出现一个瘦高美丽的女子 胡门地迎面走过来 跟我们打招呼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 肩膀上围着一件柳红色的毛衣 近身的白褲子上 有浅粉色的花纹 他的微笑我随意的神情 要围着他旋转的樱花雨 那么功倍 好将花花梦飘下的 就是要来找他 那是我们和Anna Lactrico 第一次见面 很快就熟悉 一个已经世界文明的女高音 能像樱花 那么平易或自然 不容易 就这么听一段 已经有一个画面出来 一个绝色美人 再加上樱花饭落下 听到都觉得很吸引人 是吧 帕弗洛提 在2003至2004年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季 帕弗洛提 只有三场歌剧 托斯卡的演出 从3月6日到13日 3月8日午宴那天 美国主要的英文报纸 包括中文报纸 报导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 托斯卡时 不约而同地用了告别演出的字样 在华尔道夫酒店举下的午宴 是大都会歌剧院主办 1200位来宾主要为女士 都是歌剧院的赞助者 大都来自纽约的上楼社会 你好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和马莎找到我们的桌子 准备坐下时 马莎旁边一位 无心珠宝的老年女士 抬起疲倦的眼睛 我经问他 面上显然没少做整容 画着笼装工着背 似乎被满脱子的宝石 颈脸最得抬不起头 中国香港 马莎笑着回答他 老闲好 老虎似乎松了一后气 尤识中国内地人我个人 正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 说完丁了我一颜 如果不是马莎风云大能力 坐着他旁边坐着起来 凭我的脾气 早一转身就走了 我决定不跟他说一句话 整个午餐 我的注意力 存在远分的Pavarotti 现邀出席五眼的 有许多歌剧界知名歌唱家 Pavarotti 常年合作的朋友 不少是辞职歌剧舞台数十年的巨星 有Renee Flaming Daphne Hill等等 我是有限被邀了几个年轻演员之一 也许是因为跟Pavarotti 在大都会演过三部歌剧十九场演出 我们一一走上舞台 被主持人介绍给所有的来分 然后每个人都会走到Pavarotti面前向他致意 老婆看到我的时候 笑了 我们都默契地双手合实 交换了接头暗号 只见他嘴里蓝蓝地动了一下 笑了一句China Boy 要媒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期间在舞台上的大音乐持续地播放着 歌剧演出的实况片段 到时Pavarotti 在大都会演出的录像 还播放了几位歌剧明星的视频讲话 包括Domingo Carreras Renee Flaming 和我崇拜的南低音 Habu Rolf 十几个人在现场说 大都在说跟Pavarotti合作时 一种好笑的经历 有时Pavarotti 有会大声地跟他们开个玩笑 引起人们一阵阵大笑 演会的每一道菜都非常精美 可视我根本无心品味 总在回忆留着跟老婆有关的经历 Pavarotti笑个孝子 父母关系极好 据说每天都会通电话 无论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有一次我们演员Aida 老婆一定要请我们一起吃法 就中央公园边上给一间意大利餐馆 Ettaka很近 我王马沙说有几个演员去了 虽然已经夜深 餐馆里还是人声鼎吠 很热闹 老板当然认识Pavarotti 及我门楼上一个长桌子 不算很好 挨着一个火光闪的壁楼 醒天晚上我门吃饭的时候 老婆几乎一直打电话 由于餐馆很重 有时他不得不得高声音 他时跟他父亲聊那天晚上的演出 告诉父亲他怎样唱的 那音乐更好一声 那些音他觉得不太好 遇到谁 他很高兴整个演出环顺利等等 我想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 会在演出后跟父亲聊了狗的歌唱家 听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面包丝 南高音酷爱歌唱 谁说世界上没有不散的言者 华尔道夫酒店那天的午宴 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没散过 记得最清楚的是主持人 邀请Pavarotti讲话的时刻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请跟我一起 欢迎我们的Pavarotti 主持人 话语未落 全体来品瞬间都集了起来 高呼 Bravo!Bravo!Bravo! 振意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 持续了狠狠狠狠 Pavarotti站在那里 双手插着港台 目光低碎 看得出他最努力地 控制着自己的情感 时间不要再停止 风呼声一阵高过一阵 所有人都疯了 Pavarotti终于挥露起他 宽大的手掌 示范大家坐下 没有一个人坐 我来的时候觉得我会哭 他的目光依然低碎 停了几秒钟 但我不想当大家的面流泪 所以来之前我已经哭过了 停队 我想说的是 我在大灯会歌剧院 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他说到自己跟当时 歌剧院远了 玉比的诱言 说探户干认识的时候 玉比我是一个目光 负责剧院制作布剧和道具的工作 1990年的一天 玉比走进Pavarotti的化妆间 问他下落演出轨 想唱什么角色 Pavarotti笑着反问 我想唱什么 和你有什么关系 玉比笑着说 那我有关系 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剧院的院长 Pavarotti说到借去 大家都笑了 长时间的停顿 Pavarotti双手拆着港台 头更低了 目光定着麦克风 许久没有讲一个字 旷阴气馁 传出一声轻轻的秋一 他哭了 所有的人都拼着呼吸 而回大厅一片静静 我想真心地谢谢你们 我的同事们 这么多年 他更严重 断断续续地说着 我真的爱你们 谢谢大家 老婆转身挥下了手 照顾站在右侧的助手过去 踏着助手的肩膀 闷闷地走一宴会听的大门 再也没有回头 没有人动 也没有声音 大家一直目送Pavarotti 其实在大厅幕外 很多人 琴着眼泪 当宴会大厅的门 慢慢关上的时候 歌剧的黄金时代 大漠衰落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Pavarotti 我说的是由田浩公所撰写的 《角斗场上的图难》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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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